請我有機會跟肥佬黎對話和訪問一下肥佬黎 主要對話 在大陸你想想如果今天的塊餅小了 而是一個在道德真空 沒有宗教信念 沒有民間團體 所有都沒有的 每個人為了這個更小的餅 每個人去拼命去爭 拼拼拼命去互相去砌 那是一個多慘的局面 每個人看好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 如果爆煲怎樣呢 爆煲會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延遲多少呢 他們整個社會的重新結構需要多少時間呢 他們有沒有辦法真是維持到整個社會的融合呢 這個很大的問題沒有人想的 樣樣好的時候沒有人想壞的 如果壞事發生的時候會是怎樣的 有人想,沒有人想的 但是想都很樂觀 民主不是壞事 中共口中的民主和我們的民主是不同的 是不是 會不會啊 他講的是一人一票的民主 但是一人一票選的是什麼人呢 選的那些人可能他都鼓勵過了 可能他被兩個人 其中一個 兩個人都信了出來 我告訴你 中央政府 你說他擔心給香港民主是有的 為什麼呢 如果選出來一位 香港好像陳水扁贏的人 那他怎麼處理呢 我覺得不重要啊,陳水扁 你覺得不重要而已 不重要 他覺得很重要嘛 我告訴你 董建華都做了七年了 那麼重要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很差嗎 我覺得 沒有所謂你有民主 我們有得比我們去替換 不好的人 已經足夠了 沒有一個system是full proof的 就是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 等到有個full proof的system 我們才落實那個system 就是 陳水扁,今天台灣不好嗎 台灣不錯啊 就是我覺得 08年就換了 台灣的人未必同意你們的看法 是不好 但是台灣有希望 08年會換新的人 如果我們今天有個不好的 我們什麼時候換新的人 如果我們不是五十萬人走去街 今天我們都在捱著 老董 是吧 所以去街是這麼重要 上街是這麼重要 是吧 真的,我覺得是 你認為有很多人上街 會轉變 肯定 中央政府想想 肯定 我覺得上街 我們就算不是為了 我們就算不是為了我們自己 我們為了曾蔭權 我們都要上街 不是 我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曾蔭權 如果我們個個靜的 我們個個乖乖仔不出聲的 曾蔭權怎麼對著老闆說 喂 香港的民主 香港的普選 我們要落實的 我們怎麼搞 罵都罵死他 大哥 香港人不出聲 你走去出聲 你有沒有搞錯你 我養你 你翻碗 吃碗面翻碗底 你有沒有搞錯你 但是如果我們很大聲 曾蔭權要設定 如果我們很大聲 我們出街 我們支持他 喂 他有得說 他有些資料給他 他說 我覺得我們需要做這件事 曾蔭權 他是老闆萬歲 但是不是一個壞人 最少他是個天主教徒 我想他不是一個壞人 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 歷史 來的 如果我今天 我是在做曾蔭權的位置 我要做什麼呢 我 睡醒覺 紮醒 我都想說 如果香港民主 是從我黎智英開始的 喂 大哥 你去哪裡買啊 你做什麼 如果我是曾蔭權 是從我曾蔭權開始的 聖曾這家人 永遠在歷史裡面 都有江輝 是吧 誰不想啊 是不是 你認為 你那些報紙啊 傳媒啊 支持民主 就是支持曾蔭權 不是 我們現在他沒有出來去 我們當然不支持 我們打他 就是幫他 如果我們幫他 就害他 大哥 哎 大哥 如果我們說曾蔭權好 他死啊 他死定啊 大哥 他們連任都沒有份啊 你真的這麼看法 當然啦 我們反對派 如果幫他 我跟他有什麼路數啊 大哥 他不是想死嗎 想害他嗎 我現在反對他 就是想幫他 是吧 當然啦 事實上是這樣的 事實上是這樣的 我覺得不是啊 是啊 事實上是這樣的 那次又不見到你這樣幫阿董 日日在這裏 在這裏 阿董又真是蠢的頭 阿董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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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董那時候呢 最麻煩的就是 香港人 這麼多精英 這麼多聰明 這麼多聰明 我們在這裏 阿董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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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准那天我坐在那裡等你嗎? 你真是神經病啊 這就是人家的評價 這傢伙真是瘋子 你真是給多少有多少 這是有時實,決定權在他手上 已經給了,我有一個基本法在 到你現在還在說什麼? 現在我娶了我老婆 我要娶你娶你,不娶你,不娶你 我娶了,兒子也生了 我娶你娶你,不娶你,不娶你,不娶你 你真是神經病啊 不是嘛 這傢伙真是短的 我覺得行政主導不是我們應該追求的東西 民主的主導應該是我們追求的 我們應該是追求民主 在今天,如果行政主導如何去履行 履行民主的我們本身的權利 我想你如何履行行政主導履行的基本法 我們有權利 跟你談了這麼久 我印象 你不是這樣針對中國領導人 或者中國現在的發展 你覺得經濟發展得這麼快 都是對中國人來說是一件好事 肯定啦 你也要很有信心 十年之內 就一定會有民主 民主是怎樣民主法呢 跟你剛才談了超過半小時 我得到的印象就是民主是怎樣來 你覺得香港十年來一定解決這個問題 一定可以有民主 你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是 你也不是很悲觀 我不悲觀 我絕對不悲觀 我對香港的前途很樂觀 我說我對中國的樂觀 對香港的樂觀 因為在這個世界裡面 一個這麼開放的世界裡面 一個封閉的社會 一個封閉的政權 是不可能永遠存在的 一定要不斷開放的 肯定香港會更好的 我是很樂觀的 你這樣樂觀 我以為你經常很悲觀 我不是 罵得這麼厲害 不是 你樂觀 不等於不要罵 因為我們仍然今天 在獨裁者 那個管治下面生活 我們作為一個獨裁者 管治下面的市民 我們是沒有什麼尊嚴的 我覺得民主 民主 是一個尊嚴來的 是一個道德 不是一個right來的 是一個right來的 民主其實 民主不是一個 就是一個政治的權力 但是我覺得在今天 民主已經成為整個世界價值 的主流價值 它是變成一個道德標準來的 是一個dictatorship 在一個獨裁者的政權下面生活 作為一個人民 我不覺得 我是有尊嚴的